仔细看 这是一件由水泥块和垃圾拼凑起来的艺术瓶 悬挂的水泥块 正往下滴落不明的粘稠物 尼克闻了闻 这该子的味道真上头 作为专业的见证人员 尼克第一时间意识到 这是失业 他慌忙封锁现场 脱了衣服进行取证工作 失业还在不断地滴落 这意味着 这块体积不大的水泥里 可能藏着尸体 可怜的尼克 新买的衣服又成了证物 诶 我为什么要说诱 另一块水泥上似乎是半张人脸的形状 鼻子 颧骨 眼窝 清晰可见 如果没猜错的话 这个艺术家一直官司了 罗素非常欣赏他的艺术造诣 用尸体做点缀 也确实很有创意 所以他决定把艺术家 带到紧急接着探讨艺术的真谛 艺术家一看玩出了人命 慌忙把罗素一行人 带到了公园的垃圾场 原来两块水泥是在这里捡的 罗素盯上了一对烧烤架 他打算把烧烤架捡回去 洗一洗还能用 老人家嘛 就看不得别人浪费 话说垃圾堆里的好东西还真不少 难怪有人打去说 在美国捡垃圾都能发财 罗素踢开脚下的垃圾 仅发现了一颗封在水泥里的脑袋 目测死者是名女性 死亡时间至少三个星期 她被杀害 切成块 再被分别封进几块水泥 凶手扔下水泥块的时候 石头被砸开了两半 这才露出了脑袋 女死者戴着花形耳环 在了一起连环杀人案的现场 五年前 有五个女孩被用同样的方式杀害 在分别封进水泥抛尸 她们的耳朵上 都被戴上了铜块耳环 当年的凶手是吉娜夫妻 这对夫妻 甚至拍下了侵害女孩们的整个过程 画面中的女孩叫做柯林 她也是六名受害者中 唯一的现存者 莎拉惋惜地说道 当年吉娜把一切过错都推给了丈夫 所以丈夫被判了终身监禁 而作为主谋之一的吉娜 只被关了五年就刑满释放了 是出狱 因为这选录像带是在判决后一个月才发现的 美国有一条奇葩的法律 那就是同一个人 不能因为同一起罪名被宣判两次 所以即便录像中的吉娜 有很明显的犯罪事实 法律毅然放过了这个女人 花形耳环和水泥便是她作案的招牌 一定是吉娜出狱后又重操就业 继续迫害无辜的姑娘们 装着尸体的水泥被搬上了实验台 这里面分别装着受害人的四肢和躯干 女四肢很年轻 甚至有被侵犯过的痕迹 切割的痕迹也与五年前的几名死者相同 同样的作案手法 相同的切割工具 再加上水泥和花形耳环 毫无悬念 凶手就是当年的吉娜 想要将吉娜绳之以法的不止莎拉 还有一名叫做伯罗斯的男子 他是受害女孩之一的父亲 女儿被吉娜夫妻用残忍的手段杀害 可这个女人却因为假释提前出狱 换谁接受得了 莎拉只能劝说她早点回家 并承诺一定会让吉娜遭到报应 阳光 泳池 悠闲的午后 这个连杀五人的蛇蟹毒妇 出狱后过得相当快活 果真是杀人放火金腰带 修桥铺鲁无尸汗 吉娜说自己早就改邪归正了 新发现的那具尸体与她无关 吉娜一边抱着小狗 一边盯着邻居家的几个姑娘 莎拉被女人一副无所谓的表情激怒了 她大声将吉娜的恶行照告天下 邻居们停拔纷纷逃离 吉娜当场射死 作为一个警务人员 莎拉真的太意气用事了 我要为她点赞 干得漂亮 当然吉娜也不是吃素的 她反手就把莎拉给投诉了 罗素说 她跟莎拉一样 都希望吉娜这种人渣能够早死早超生 但是莎拉的行为很容易让对方抓到把柄 对方的律师可能在法庭上 以警方的行为不当为由帮吉娜脱嘴 罗素很欣赏莎拉的正义 可她这样很容易影响判决结果 警方找来了附近所有乱人垃圾的住客 这个男的叫托马斯 他在现场扔了一个微波炉 托马斯很无辜啊 我就扔个微波炉而已 又不是扔尸体 可他的微波炉 却放在了埋着尸体的水泥上方 这意味着 他当时可能离气时的凶手非常近 托马斯说 他看到丢水泥块的凶手 是一个开着皮卡车的女人 当年被吉娜夫妇侵害的姑娘有六个 只有一名叫做柯林的姑娘侥幸逃生 也就是录像中的姑娘 柯林被吉娜夫妻囚禁了三年 据说她当年特别服从 整整三年都没有反抗过 所以吉娜夫妻没有杀她 柯林不敢相信 吉娜坏事做尽 居然就这么轻易被保释了 姑娘患上了很严重的心理疾病 即便非常惧怕吉娜报复 可她仍然拒绝了警方的保护 她已经习惯了一个人住 不想被任何人打搅 通过牙齿比对 警方终于确认水泥中的女死者 叫做萨曼莎 萨曼莎每天放学回家 都会经过吉娜的住处 警方在死者的指甲里 发现了波美拉尼亚犬的毛发 恰好吉娜就养了一只波美拉尼亚犬 罗素说 这些装尸体的水泥块这么重 一个女人怎么可能扳得动呢 也就是说 吉娜可能还有个帮手 就在此时 柯林的母亲突然来到警局 原来她的女儿失踪了 柯林作为当年唯一的幸存者 母亲很担心吉娜又来找女儿的麻烦 事不宜迟 警方当即赶到吉娜家中 却见吉娜已经被受害人之一的父亲五瓜大宝 她的女儿死得这么惨 吉娜还过得这么逍遥快活 哪个父亲咽得下这口气 莎拉确实很想吉娜早点死 可柯林不见了 他们必须要吉娜说出柯林的下落 在莎拉的劝说下 可怜的老父亲终于放下了手中的武器 好消息是吉娜被做了个半死 坏消息是 这女人没有生命危险 她也不知道柯林的下落 这个该死的女人再一次脱罪了 尼克和小哥经过多番实验 确定当年吉娜夫妻用来切割尸体的工具 是工业高压清洗水枪 这种工业水枪要五万美金 可不是随处可见的 亨利也有了新发现 水泥中发现的女孩生前遭受过侵犯 还留下了男性DNA 根据匹配结果 DNA来自托马斯 也就是先前询问过任微波炉的小伙 原来托马斯也参与了杀人案 我就说小伙长得没亲木秀 怎么可能是普通龙套 托马斯在船屋打工 而船屋会用到工业水枪清洗船体 这里有一只可爱的波美拉尼亚犬 只见失踪的柯林 呈向一个羽毛五花大宝 逼着他服从自己 而托马斯则负责在一旁拍摄 警方当即将两个凶手一举抓获 柯林是当年唯一的幸存者 受害者居然变成了失害者 她的转变让莎拉很失望 原来当年柯林被吉娜夫妻囚禁了三年 她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一心一意服从吉娜 吉娜出狱后 柯林便在她的手艺下继续绑架无辜的女人 侵害她们 杀害她们 再切成块封进水泥 母亲咬牙切实地说道 柯林变成这样子都是吉娜害的 话虽如此 可那个被柯林杀害的姑娘难道不无辜吗 莎拉百感交集 为何吉娜害死这么多人 依然能够逍遥法外 为了缓和莎拉的情绪 罗苏特邀请莎拉一起吃饭 毕竟人在饥饿状态下更容易抑郁 原来世上再无不平时 所有的正义都能够得到伸张 可迟来的正义真的是正义吗 案件了结 画面转到城市的另一边 有人在天桥底下发现了一具男尸 男尸体性肥胖 一丝不挂 头上有盾气伤 但血迹非常少 背部和双下肢事般很明显 罗根得出结论 他是站着死的 可他却没有站在任何物体上 要是说他是被吊死的吧 全身上下没有任何的勒痕 死者的肺部肿大 就好像是注了水的气球一般 打开一看 里面居然全是粘稠的巧克力酱 他的费力充满了巧克力 下肢铁青 再加上他是站着死的 综上所述 他一定是在巧克力酱里被淹死的 这么离奇的死法 倒是让罗素兴奋不已 罗素是个宠妻狂魔 他要将这些案子 回家说给老婆听 男死者身高181公分 体重200斤 能够淹死他的巧克力 体积也不会小 摩根和小哥来到了 当地的巧克力工厂 墙上挂着几招 男模的性感海报 工厂的负责人叫做胡凯莉 他说女人爱巧克力 也爱肌肉男 于是他灵感乍线 将两者结合 拍下了这些海报 置我者没入凯莉 凯莉见过死者 他说死者过得很落魄 前几天还来工厂找工作 死者费力的巧克力 是他们工厂的 阿根廷蜂蜜巧克力 香气四溢的蜂蜜 混合着可可香 让人欲罢不能 可这里面混进一个 很奇怪的东西 一根男性的内啥毛 完蛋 这一缸巧克力都不能用了 很显然死者就是溺死在这口大缸里 有人把死者捞出来洗干净 再丢弃到了别处 这意味着 一定有人打扫过现场 寻着这条线索 小葛在下水道 发现了死者的一块头皮 话说这摩根妹子也是个狠人 即便这批巧克力里 发现了死者的内啥毛 这姑娘一样吃得津津有味 根据求职报告 男死者叫做约翰 今年25岁 死者特别喜欢吃巧克力 就连求职都要去巧克力工厂 小葛破解了死者的电脑 他的电脑中 全是巧克力工厂中 那些性感的男模照 足足有一千多张 注意看 照片中的男模眼睛是琥珀色的 而死者眼睛也是琥珀色的 琥珀色的眼睛非常罕见 只有1%的几率 原来死者就是照片中的男模 只是后期发福了 他胖了一百多斤 因为胖毁了戎丢了工作 原来工厂负责任胡凯莉 跟死者曾经有过一段情 不过那时候的死者不叫约翰 而叫杜兰 死者发胖之后丢了工作 沦落到想来凯莉的工厂打工 凯莉当过蝎子王的女人 自然看不上落魄的死者 直接把他赶走了 没想到死者在被前一友 这么打击之后 又在几个小时之后 悄悄回到工厂 他谎称自己是工作人员 随后支开了安保 一个人脱光衣服 望着倒影中肥瘦的自己 一时间悲从中来 约翰悄悄躺进了巧克力大缸里 和他不堪的生活 做了最后的告别 他爱巧克力 就算是死 也要死在巧克力大缸里 凯莉后来才知道 约翰居然被巧克力淹死了 但是那缸巧克力 价值两万美金 他舍不得倒掉 于是只能和安保 悄悄把尸体捞出来洗干净 丢弃在了天桥底下 约翰的死是意外 但抛尸同样是犯罪 凯莉一样是要坐牢的 或许等刑满出狱之后 他也将变得和约翰一般落魄 一无所有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话说小伙何必这么想不开呢 肌肉底子这么好 再花一年刷纸 一样能够重回巅峰呀 都说天神能让人更开心 看来事实并非如此 死者约翰的扮演者 是1988年出生的约翰·布莱德 话说他真的好没存在感啊 连演员表都不见他的名字 直到权力的游戏上映 在剧中饰演山姆的他 才稍稍有了一些知名度 今年三月 他还和哈里·贝瑞 余文文的明星一起参演了 科幻灾难大片《月球隐落》 可惜这部电影的评分不是很高 更有网友痛斥 剧情烂出了新高度 第一个故事中热垃圾的托马斯 是美国演员迈克·泰瑞 话说他经常在犯罪剧中可传 像是寻人密探组 犯罪心理 海军罪案调查处 还有美眉笑叹 不是演凶手 就是演路人甲 唯一戏份比较多的角色 便是石谷寻踪理 女主的实习生 小哥年轻时帅到惨绝人寰 最悲剧的莫过于 演着演着就老了 还一直都是打酱油的小角色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 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